欧币泛指退休球员的意思,是Old Boy两个英文单子的缩写,更精确地说是以退休球员身份参加比赛的球员。 近日,亚洲拳雷打传奇,王真志率领日志巨人欧币队与台湾欧币队举行表演赛,只见两队过去的传奇球星在球场上大显身手,更出现郭太元对决王真志的经典画面,不仅掀起了老一辈球迷们心中的棒球热血, 网络上更讨论起梦幻欧币棒球队的阵容该是谁还是谁,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心中的十大台湾职业棒球传奇人物是谁吧。 第十名,陈瑞震,担任过兄弟相对总教练的镇总陈瑞震,球员时期是中职兄弟相对缔造黄金三连霸,2001年到2003年二代相的重要成员,不仅四度入选过金手套奖项, 也曾经是兄弟相对使的安打王后来才被彭正敏超越,总计十二年的球员生涯以优异的守备技巧与稳定的打击输出生涯平均打击率0.28而流明, 2010年出任总教练及率队夺冠,更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总冠军教练,更天传奇。 第九名,谢长亨,绰号阿草的前统医师队投手,谢长亨,累计十一年的球员生涯夺下一百胜为中职史上第三高仅次于勇壮, 潘威伦,生涯平均防御率3,三阵次数855次,都堪称是中华职棒史上的一代本土墙头代表人物。 球员退休后,谢长亨温文儒雅的形象受到各大球团欣赏, 先后担任统医师,中信经与中信兄弟球队的总教练, 其对球队改造的坚持,也培养出了不少现今的明星球员。 第八名,黄忠义,绰号内野魔术师的东哥,黄忠义, 16年的球员生涯累计击出1584支安打仅次于张泰山,彭正敏, 生涯荣获三次二雷手金手套奖,九次年度最佳识人奖, 率兴农牛夺下两次总冠军2003到2004年, 更是生涯累计千安百轰百刀的一代名将。 黄忠义最为人称道的生涯事迹就是, 2007年以总教练兼球员的身份, 积出终止史上唯一的一只总教练带打满贯宝, 至今无人能敌。 第七名,黄平阳, 有金碧人美名的前卫拳龙队投手黄平阳, 早在业余时期就已经是中华队不可或缺的主战投手, 尤其是1987年亚锦赛率领中华队击败日韩等强队夺冠, 成为大会MVP之后更是成为棒弹的英雄。 1990年黄平阳加盟为拳龙队, 首年便缴出20胜, 防御率2.23的成绩驻队夺冠, 其变化多端的诡异球路被当时媒体誉为七彩变化球, 之后三年黄平阳依旧缴出平均15胜的成绩, 在1990到1994年间他都是全联盟的最高新球员, 还出了一张唱片, 可见当时人气火红的程度, 当年更与陈一信、谢长亨、 图红钦等优秀选手并称投手四大天王。 第六名, 陈一信, 前兄弟像被投手假日飞刀手, 陈一信, 获得了本次排行的第六名, 可见的他在台湾职棒史上累计最高141胜的实力已在球迷心中根深蒂固, 合计十年的球员生涯总共获得三座年度MVP, 三座圣投王与四座金手套奖的荣耀, 更是兄弟像队完成第一次三连霸的王牌投手。 绰号臭屁臣的陈一信, 过去在球场上以极度夸张的拉弓首饰作为他的招牌动作, 勇于与打者对决的强大自信心, 加上他大幅度的投球动作跟刚蒙的快速直球, 都是当年令球迷热血沸腾的票房保证, 而陈一信在球员生涯的每一年都维持相当高水准的状态, 都是现今球员难以达成的记录, 堪称是职棒史上最优秀的本土投手。 第五名, 吴俊良, 现任了MIGO桃源队投手教练的大头吴俊良, 在球员时期也曾经是名震一时的明星级球员, 从小便展露棒球天分的他, 12岁就以王牌投手之资带领中华少棒队拿下世界冠军, 随后在青少棒到青棒时期都是中华代表队的投手代表人物, 22岁时加盟职棒统一师队, 即以12胜的优异成绩名震一时, 1997年则以15胜拿下年度胜投亡的奖项, 总级职棒生涯7年抢下50胜的成绩, 虽因伤在29岁时便急流勇退转任教练, 但知人善任的投手调度与灵活的训练方式, 让他成为颇受球员爱戴的投手教练。 第四名, 郭泰源, 有驻东方特快车美名的前旅日投手郭泰源, 可以说是在日本职棒史上相当著名的台湾球员, 当年在日本职棒刮起的旋风绝对不亚于王健民在阳机队时期的热潮, 外号小郭的郭泰源, 总计在日本职棒西武师队闯荡了13年, 创下117胜1069次三阵的惊人记录, 还曾夺下联盟的年度MVP, 被日本球评誉为控球艺术家, 最快球速可达158公里的郭泰源, 退休后便返台定居指导后进, 先后担任过程泰Kobras队与统一师队的总教练, 栽培出林英杰、林阴宇等墙头, 今年将担任总教练率领中华队出征世界棒球经典赛。 第三名, 徐生明, 台湾职棒史上最多胜的传奇总教练, 徐生明, 人称棒球魔术师生涯共夺下715胜, 曾率位全龙队完成三联霸1997年到1999年, 执掌职业球队兵服累计17年, 多次带领中华队出战国际赛事, 以出其不意的战术和特立独行的带兵风格, 成为棒坛指标。 球员时期的徐生明从小就是国家队的常客, 一手飘忽不定的蝴蝶球是他的拿手武器, 轻棒17层创下单场16次三阵的世界纪录。 1991年, 徐总以32岁的年纪成为中职史上最年轻的总教练, 2013年心肌梗塞突然猝死家中, 成为棒坛永远的遗憾。 第二名, 叶军章, 台湾铁补, 叶军章, 在年轻球迷眼中是今年刚率领一大犀牛队封王的总教练叶总, 在老一辈的球迷眼中是那一位在国际赛誓死捍卫本蕾版的无敌铁金刚。 中职生涯总共夺下7座总冠军卫拳1997, 1999, 兴农2004, 2005, 兄弟2010, 一大2016, 获选三次捕手金手套奖2000到2002年。 叶军章累计16年的球员生涯战功标别, 退休后更曾赴美执教, 去年返台担任一大总教练, 有效调整球队体制, 扶植新人并改造选手重新出发, 果然在今年顺利夺冠, 是目前享有极高人气的总教练。 叶军章现年51岁, 球员17层先后效力为拳龙、 新龙牛、 兄弟向球队, 他担任的捕手位置, 常被称为场上的教练, 要协助投手投球, 还要调配场上队友守备, 而他的确以强力的守备, 能够快船阻杀对手的能力, 多次获得最佳识人, 金手套奖, 当时人称无敌铁金刚, 为拳龙球队重生后, 曾在1990年代三连霸时期担任捕手的 叶军章被找回来担任总教练, 一开始外界认为是在卖情怀, 但结果证明, 他有能耐打造出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 他的带队风格是则善固执, 虽然常常固执地让球迷抱怨连连, 但则善的结果, 是真的将有潜力球员成功培养成明日之星。 第一名, 洪毅中, 绰号洪中的Lamigo桃园队总教练洪毅中, 不仅是终止史上夺下最多次冠军的总教练, 2006、 2012、 2014、 2015年, 球员时期更是兄弟相对的创队元老, 在1992到1994年帮助兄弟相对创下队时的第一次三连霸, 曾荣获总冠军赛MVP与多次金手套奖, 守备位置为捕手的洪毅中, 在担任球员时便以灵活的配球与灵场的快速反应著称, 自从2004年接任Lamigo球队总教练至今12年, 也创下总教练在位最久的记录, 教练任内战绩卓越, 也栽培出林智盛、林洪玉、王百荣等强棒, 对棒弹贡献良多, 将在明年终止球技重新开始跳动的数字, 除了王百荣的生涯数据外, 还有台岗雄英队总教练洪毅中的执教胜场, 目前累积991胜, 将在新军诞生一项大记录, 成为史上第一位千胜教头, 洪毅中过去在Lamigo桃源队韩拉怒雄队累积884胜, 原本预计将在富邦汉将队达振千胜里成碑, 但前两季合计打下107胜, 2021年球技后就在合约未走完的情况下转任顾问, 卡关991胜, 洪毅中与汉将的三年合约到期后, 今年转战雄英职将, 率领这支年轻球队打下二军总冠军, 冬季联盟冠军, 今年团队经历145场比赛磨练, 即将在明年球技升上一军打怪, 洪总的生涯执教胜场也将在明年开始重新启动, 目前距离千胜M9, 达阵千胜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也将会是这支新军队史上诞生的第一项大记录, 洪总将祝雄英战袍写下史上第一人的史业, 其余五队总教练已为全龙队叶军章的338胜巨次, 包括在龙队169胜, 汉匠韩义大犀牛169胜, 接触是统医师队林月平安228胜, 汉匠中信兄弟队上位正式公布明年教练团, 目前教头秋昌荣, 彭正敏分别是生涯161,47胜, 乐天桃园队新教头古九宝家二还未以总教练之资展开新球技, 但曾在曾豪居确诊期间代理两场, 取得一胜一败。